柯文哲还能够走出北柬吗 还是说会交保后船 或是说被押起来 甚至也不排除 有可能会像上一次一样 无保请回 好 下午两点 积押亭见真章 文卫各位整理 整理在积押亭之前 双方的战力攻防重点在哪 这一次柯文哲还特别增加了战力 增加了一名知名律师 要拼的就是自己免押 来看到增加的就是下面这一位 叫做萧红毅 他曾经是嘉义地方法院的法官 还曾经是北柬的检察官 为什么说他知名呢 其实他过去也侦犯了 蛮多重要的案子之外 这一次还被誉为是杀手级的名律师 此外也包括了这郑申源 还有陆正义 其中郑申源这律师 他非常擅长这会计金流的 相关案件攻防 正是柯文哲现在这一方准备的 但是检方这边也是有备而来 这一次北柬有殊不得的压力 主任检察官江真瑜 别忘了其实这一回 在高院的相关判决书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次包括彭震生 还有朱雅虎 邵秀佩他们的证数补足了 第四个证物还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朱雅虎跟易小薇的对话 这一次也有透露 似乎也可以让这个柯文哲 被外界视为是积极参与 金华城案的关键证物还有什么 还有柯文哲之前被扣的 随身物品记载内容 这几个证物会不会这是 北柬拿出来的杀手剑 要在这个积压庭全部弹出来 让法官来判断 而法官跟上一次大家说的 这北院刘德华不一样 而是换了这一位叫做吕正业 好吕正业其实过去在这地院 也相当有名 因为就传出曾经他向施明德 这边开庭的时候 还自称自己是绿色的法官 就是要施明德书 不过这样的说法他并没有证实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法官也是个狠人 会让柯文哲这无保请回吗 好外界也在想就算柯文哲 现在都要面临交保后传 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会不会干脆拒绝交保 达到一个政治司法迫害的感觉 来拉抬自己的政治声量呢 这也是外界值得关注的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吴怡轩 他现在是民众党的发言人 七年前的这一段画面被翻出来 他就是在追问柯文哲 有关金华城容积率的问题 狠狠被打脸 而现在就有人质疑 他换个位子换个脑袋吗 来看到这柯文哲前幕聊也看不下去了 他说这吴怡轩已经活成 他自己不想要的样子了吗 难道变职了吗 好另外一个关注的则是这一位媒体人 张雨轩他透露 有小草就是在他的这个脸书当中呢 传讯息告诉他说 很快会让你吃庆祭 好现在看起来呢 不仅仅是法庭内攻防 在法庭外也有不少争议 以上是这节推播 再把时间还给静音 你会让我来说这些东西 我看起来的这些东西 我看起来的东西 谢谢观看